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生命妹 今天的影片就是想要来回答一些问题 就是我这次为什么决定要回去蒙古啊 然后去那边回去多久啊 还会再来台湾吗等等的问题 那影片的最后呢,我有消息需要跟大家公布 然后也是需要就是大家的帮忙 所以呢,这部影片要看到最后哦 OK,那我们开始吧 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台湾 我其实在蒙古读高中的时候呢 我参加了一个比赛 然后那个比赛就是大概会看你的语言能力 就是看你的中文能力 还有你的英文能力 然后就是那个比赛的话 就是来自蒙古的各个高中的高中学生 就是只要你是想要在台湾读大学的话呢 就可以参加那个比赛 然后我就刚好去参加了那个比赛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就是会举办一些团队一起完成的任务啦 或是自己上台演讲啊等等 然后反正就是最后会剩下10位得奖 然后那10个人就会获得台湾的各个学校的就是奖学金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是刚好在那个10个人的里面 所以呢,我就拿到中华大学的就是全额奖学金 2016年9月的时候呢,第一次来到台湾的大学就是中华大学 我在那边读了一年的书 然后后来就转到淡江大学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台湾生活的这6年生活上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好,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台湾很潮湿嘛 所以就是东西真的容易发霉 这一点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困难 还有就是加上冬天的时候很冷 因为台湾的房子都没有暖气嘛 所以我冬天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冷 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可是你不是来自蒙古吗 就是蒙古的冬天不是更冷吗之类的 可是呢,蒙古的冬天其实我们房子里都会暖气 所以我们在家里完全都不会觉得冷 然后我觉得在台湾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觉得很冷 反而去外面就好像还好 对,可是外面还是会冷 就是家里会冷嘛,外面也是很冷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冬天跟台湾很潮湿 然后发霉这件事情 我到现在都觉得非常的困难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台湾生活的这6年 在生活上有学到什么吗 好,那第一个呢,我觉得台湾人的礼貌吧 就是我发现台湾人就是就算是认识很久的朋友啊 或是在一起很久的情侣什么的 就是我发现他们都保持着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礼貌 就比如说常常会说谢谢啦 或是不好意思啊什么的 或是可以拿你的东西嘛 可以怎么样啊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 好,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排队 那我觉得我现在可能去到别的国家或是别的地方 然后就是发现那边的人都没在排队或是插队什么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会很生气 然后就很受不了那种感觉 好,下一个就是我觉得我学会跟自己相处 然后就是在生活上遇到大小问题都会想办法自己解决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对自己做的选择有了一个责任 还有一点就是就算不被别人称赞 依然会持续的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比如说就是我刚开始做YouTube的时候 前往一部影片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影片的连结就是可能传给我家人什么的 然后呢就是有时候我家人都会可能一度不回啊 或是可能哦,好啊好啊什么的 就是我都得到那种回答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就觉得就心里有点难过 就是心里会想要得到一些可能小的称赞啊 那什么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心里就小小的难过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我不被别人称赞也没关系 就是他们也不一定需要称赞我 我就专心的自己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这样子 然后呢我其实发现就是我刚开始做YouTube 到现在的时候呢我发现最会支持你的人 不是你身边的那些人 而是你完全完全不认识的那个人 好,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台湾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蟑螂真的很可怕 就是呢我在淡江大学的宿舍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时候我的房间就是刚好在厕所的门口 就是厕所在这边然后我们的房间在这边 那时候就是刚好在房间里我们看到一个超级大只的蟑螂 然后那时候我应该是第一次看就是台湾的那个那么大只的蟑螂 然后那时候就天哪好可怕好恶心好大只这样子 我的宿友是他超会打蟑螂的 他真的超厉害的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天哪这里有蟑螂什么的 然后他就赶快拿那个不知道他是拿拖鞋还是拿那个一包维线 甚至就是把他打死 真的非常的感谢我那时候的室友 好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台湾生活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OK那我觉得应该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好好玩 就是一直在读书 我那时候就是好像下课啊或是周末什么 就是大部分都去图书馆啊或是大部分都在宿舍里啊什么的 所以就是没有给自己很多的娱乐的时间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点想后悔 好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会再次来到台湾的原因是什么 OK那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六年了 然后我一直都觉得台湾是我第二个家 我觉得我生活里的很多的很重要的阶段都发生在台湾 所以台湾其实在我心里的呃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然后我一直都会喜欢台湾 然后我一直都会很爱台湾 有些呢我肯定会就是再次来到台湾 还有其实澎湖、绿岛、蓝宇、金门、马祖 这些里岛其实我都没去过 我只去过小琉球 所以非常的希望我下次来到台湾的时候呢 可以去到这些里岛 还有就是可不可的珍珠奶茶、葱状瓶加蛋 然后骑士蛋冰、地瓜球、卤肉饭 都是我会想要再次来到台湾的原因 好大家重要的问题来了 为什么决定要回去蒙古呢 OK那我最后一次看到我家人是2019年9月的时候 我昨天就是发了一下我的护照 然后呢发现我最后一次从蒙古飞到台湾 是2019年9月的时候 所以呢就是变成说三年多的时间 我都没有就是真的就是面对面看到他们 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一点也是非常大的原因 我有想过就是要不要可能会去个一个月 或者是两个月再回来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 嗯 毕竟我这么长时间就是没有看到他们 所以呢 我就这次真的是下定决心 就长期要去陪陪家人 有一句话说就是当你在很忙着在长大的时候呢 你的父母也是在慢慢的变老 所以呢 我就这次决定要长期回去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六年嘛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台湾大部分的东西我都知道 然后我一直觉得我在台湾的生活就是很稳定啊 一切的都这样的很稳定 偶尔也会觉得说就是 我好像我在台湾的生活好像是那种 我活在我的舒适圈内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因为我有点想要就是踏出舒适圈 我其实觉得这次我回去蒙古 因为呢我太久没有回去嘛 所以呢 我还不知道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回去之后 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对可以这么说 好下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台湾最舍不得的东西是什么 OK 那我应该会说是我在台湾的生活 因为我在台湾都是自己住房子住嘛 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其实非常的自由 对非常的自由 就是我晚上不管多晚出门了 或是家人想干嘛什么的都没有人会管我 或是没有人会影响我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自由 然后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喜欢 虽然我其实自己很喜欢我现在就是在台湾的 虽然我其实自己很喜欢我现在就是在台湾的生活 六七年前有梦想过就是我好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就是想要自己住 我就后来来到台湾就自己住房子住 然后就自己有了自己的空间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好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台湾的便利超级方便 就是真的是哦太方便了 我今天才去那个虾皮电道店去那边取货 然后我就用那个机器去输我的手机号码 然后就按确认就可以拿到自己的货了 就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 像是我就是最近几乎每一天都去U-Bike 然后我也觉得U-Bike真的是超级超级方便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也是会很舍不得 好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在台湾发生的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在台湾到处都出去玩的时候 我觉得很难忘就是大概是两年前吧 就是我有去南投的河欢山湖林那边就是看日出 然后那时候也是觉得非常的难忘 那时候就是没有戴什么很厚的外套 然后就去那边 那时候我就觉得虽然很冷 可是看到非常漂亮的日出 还有云海之类的都超漂亮的 还有就是在台湾接业配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很难忘的 那像是我以前就是还没去过台南呢 或者还没去过屏东的时候呢 就刚好接到一个业配是就是在屏东拍摄 或者是在台南拍摄 我就觉得好开心就是我刚好没去过这些地方 可是就是有了这么棒的机会 就是我到那边就是拍摄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像是我上次去屏东的时候呢 去了那个华侨市场 然后在那边就是第一次吃那个生鱼片 那些事情也是我觉得都非常的难忘 好下一个问题就是 在台湾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上次去小琉球玩 然后前一天就是在记录上面有订票 就是订了那个高铁加那个船票 我就订了那个国陆连票 结果我就错过了那一班高铁 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呐完蛋了 真的完蛋了该怎么办呢 很崩溃 然后后来我就是在台北车站 就直接在那边买那个高铁票 然后出发去小琉球 好那第二个就是我毕业之后呢 就是找到了一份政治工作 那时候就是我猜刚工作的第一个月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工作就感觉是很适合我 然后那时候就是跟同事吵架 其实不是真的吵架 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就是有一个同事 然后他就是年纪比较大了 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那个同事对我的态度不是很友善 然后就是有一次他就过来我旁边就跟我讲话 然后就是我在家中有听他讲话 然后我就这样点头这样子 后来他就开始真的很生气 然后后来就是主管找我聊天 就是他是试着安慰我这样子 那时候就跟我说想要就是让我留下来继续挑战呢什么的 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真的不要就是我真的要放弃了 就是这种环境我真的是没办法继续继续走下去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好该放弃了这样子 那时候真的是真的很痛苦 其实我几乎就是每天都需要加班 连就是那种年假就是国定假日的时候呢 我也是拿着笔电然后就是在家里上班那种状态 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天呐我真的不行真的不行 就是从我内心里面就跟我说明美真的是该放弃了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那个经验是算是蛮蛮糟糕的一个经验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想要对台湾说一些什么呢 那我想说谢谢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来台湾的话呢 说不定不会有现在的明美 然后说不定我没有开频道 然后说不定我也没有你们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谢谢 那因为呢我觉得其实我来台湾之后呢 才就是更深入的了解我自己 然后更深入的知道说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自己想要达成什么等等 好大家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差不多到这边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话呢 也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影片的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就是 12月的时候呢我家人会来台湾找我玩 所以呢我现在非常的开心 还有非常的期待就是带他们在台湾到处出去玩 所以呢请大家就是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带他们去哪里好了 就是带他们去吃什么好呢 有什么推荐的话呢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哦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